say it isn't so 母亲下葬那天 我把自己 交给了个陌生男人 这叫 无以为报 以身相续 不想 那是张家 这来他 子童竟出来了 当保护的男孩 李小姐 你太厉害了 我说 我说 他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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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他也说 他也说 好 哎呦总您的大监快递你放你办公室 嗯 你听我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爹地 你是我亲自爹地 他在亲自建计 老板支持一学院的福祉关系 有机果然没骗我 爹地果然长得很帅 哎说完吗干什么你不能进去 我儿子在里面为什么不能进去 大宝你要瞎跑什么呀 大宝你要瞎跑什么呀 你给我发的消息什么意思 我没家人要团局了 你给我找到姐姐了 怎么是你啊 爸 甚至二不送 女儿来晚了 爸 你干什么 雷雨丁盛集团的王总 早上呢 你去陪他一晚上 他就给神师注资一个云 爸 您说什么呢 你给我听腿 你妈已经死了 小子 别轮到你一定我赚钱花了 我已经和许悦定风了 你这么对我 他不会放过你 许悦 我的好妹妹 给你和王总牵线的 可就是你的许悦哥哥 你的许悦哥哥 已经跟我好了 哎哎 你什么啊 你这个叫人 站住 我抓你走别跑了 爸别急 他中了药 好不愿 如果这个男人愿意救我 我愿意一生消失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这是你 你这是你 我想要知道孩子们的存在 不然他会抢走他们的 这是我儿子跟你开玩笑的 你管这个叫开玩笑 爹爹你说对 妈咪 听着渐进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真是好的 怀着我的孩子在外头一跑就是亲 你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 我妈妈还有好多新闻关系 没有了 绝对没有了 大宝是抱不住了 但其他的孩子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四哥大哥进去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出来 究竟是世界上最灿命的小天才 他如果睡觉肯定是走 进去看看 老夫人 他们突然从路边冲出来 我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快把他们抱上去 送医院快 要我通知石董吗 先去医院再通知他 快点 这孩子看起来怎么跟阿绿小时候好像 睡觉的小模样 我 一样 我小朋友已经醒了 医生给他们检查了身体 做一切正常 小董 他们可太小你小时候了 老夫人非常喜欢 在下 也不会跟大宝一样是我亲生的 奶奶一直等着抱这么多 是时候安排他跟大宝见一见 公知他们家长 对方正在赶来的路手 我记得误会 拿来 快乐 快叫石叔叔 大匹 谢谢你 谢谢你 所为月 给你帐帐 晚点我去你家接到 小雨跟你块聚osed 这种事没跟男人在身边 我看你是不是 谢谢你 都我说什么谢谢 这么见外 哎哎哎哎哎哎哎你干嘛呢 妈咪带你去 又是 怎么是你啊 哎哎哎生日你干嘛呢 妈咪带你牵手了 生日你放他往后 啊 你干什么 你不行 我不行我没失踪你 以前想更答应过 跟我背不争快 后脚就躲出两个孩子叫我爸 你不行什么 神力知道四宝不保的事了 别人 四宝跟六宝是双胞胎 那我岂不是一个孩子都保不住了 我 体質不保姓 神had 神倩你到底在我身上 哪有 опред globally 神�데 神 banking 你還想我沒法 我老公就是跟我一起來的那個男人 我自己去查 在你騙 有你 施總那兩個孩子的年紀 確實比小少也小一點 當初四寶五寶六寶出生後 就被沈家人搶走了 一年後才找回來 導致上戶口晚了一年 希望可把手裡混得過去 施總 我沒限去吧 都已交給我一份相尋 還給其他人什麼什麼 我把你招好 你敢給我 你說什麼 我說你說個數 我買到你跟大寶的母子關係 我把大寶淋走 你這種不知廉恥 我可以送孩子 子女啊 你瞧這麼說 怎麼辦 你瞧這麼那麼說 那我給你第二個選擇 那我給你第二個選擇 什麼 帶著大保駕 我不建議你跟其他男孩 但是你這一 另外一野 盈獄也進入十家 你良心被狗吃了 史莉仁已經知道三個孩子的存在了 另外三個肯定也瞞不了多久了 我得帶著他們趕緊離開江城 沈小子是沈小虎 跑出來幹什麼 會訓練歷斯果 沈小姨 你不帶著弟弟妹妹好好上網課 出來幹什麼 跑去幹嘛 媽咪是爹地 住的這是什麼地方 是衣服 大保駕不會給你 你死的是良心 你跟我爭孩子的撫養權 你憑什麼 是 我是窮 但是大保是我一手養大的 你憑什麼上來就搶他 就憑你那天晚上 抽了五分鐘的淚 五分鐘 你是不是忘了 那天晚上 你是怎麼求我停下 你不要臉 爹地帶你去 我是來要孩子 我要什麼的 爹地 我不想你看媽咪 大胖 好 爹地带你 爹地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 好 游乐园我们也想去 施力 你能带他们也去吗 你是在求我 凭什么 他们是我生的吗 让他们亲生父亲带他去 他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不是他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不是的 妈咪爹地为什么绝对大宝吗 宝贝 以后 不要跟他们说你的真实身份好不好 要不然 他会把你们 全都是妈咪水冰抢走的 好啦 妈咪要去上班了 你们哥哥在家里 你好 好 拜拜 那妈咪走了 乖乖的 拜拜 哎呀宝贝们 来来来看你们了 哎这是奶奶这是我二哥哥相隔 他们才上了网课 我们是六包胎 哇 六包胎啊 那你们的大哥呢 大哥被坏带姐姐去游乐园玩了 不就是游乐园吗 那奶奶带你们去好不好 他 家里的这几个孩子 好像阿绿呀 他们要是阿绿的孩子 该多好 哈哈哈 妈咪 游乐园好好玩 爹地给我买了好多玩具 哇 这么多玩具 那以后这些要和弟弟妹妹一起玩 好不好 嗯 真乖 他们没爹吗 凭什么我给我儿子买的玩具 你要给他吗 爹地你说什么呢 爹地为什么要那么说 他明明给师宝无宝买了衣物 和我一瓶啊 其实他们是 走老夫人在游乐园运动进医院 你说什么 大宝 不要去啊 乖 弟姐妹妹呢 小妹妹看一看呢 喂 什么 他们怎么会在医院啊 好我马上过来大宝 妈咪还有工作要处理晚点回来 你快快带在家啊 嗯 奶奶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孩子们呢 他们 怎么样了 什么孩子 昨天车祸里的那两个孩子 我带他们去游乐园了 老太太应该过度疲劳而引导 对 他身边的四个孩子 现在在隔壁平房休息 哦 四个 哎 是啊 四个白白胖胖的小朋友 有两个是双胞胎 可笑你小时候了 奶奶 您先休息啊 嗯 神奇 又漂亮 神奇 又漂亮 妈咪 那被骑 是我妈不情话偷偷跑出去玩了 妈咪 是我答应老奶奶要出去玩的 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吧 妈咪 你们没事 妈咪就放心了 不过 惩罚还是要惩罚的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阿丽啊 那几个孩子真的跟你小时候太像了 奶奶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你 你什么时候 一下子给奶奶带回来四个从孙子 让奶奶做梦都能笑醒 阿丽啊 当年 允岑那件事情后 你就决定这辈子都不混不去 你也死都咽不下那口气 你还记得吗 会是他 会是他 那些孩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谁啊 吓死我了 那所有孩子呢 还有他们的妈妈人呢 你的老婆孩子吗 他们都走了好久了 你这个当老公子怎么现在才来 我不 你是那四个孩子的父亲吗 看不到平常就拿这了 你带回去吧 奇怪 大宝不是名叫沈高高吗 这上面怎么写的是沈天天 哇 沈天天你好厉害啊 又靠年级第一 我哥哥是最厉害的 比较 又剧场是最厉害的 沈天天 你肯定是作弊了 我妈给我请了最厉害的家教 我都没权对 一个连补习班都没上的人 怎么可能权对 送外卖的都是伤又臭 你和你弟弟就是下水道的老鼠 你肯定是作弊了 我妈咪虽然是送外卖的 但是他不疼不浅 你凭什么那么收我吗 沈乐乐你居然敢推我 你知道我身上的这件毛衣 要多少钱吗 是你妈送一个月外卖 也买不起的 怎么回事啊 啊老师沈乐乐打人了 老师是沈小都嫌妈我妈咪的 他还说我哥哥作弊 他说我妈一家人像老鼠一样 老师我没有作弊 我妈很美大 沈天天 你故意违反校计打人 你这个做哥哥的 不但不阻拦 还帮着他一起针对直学 老师现在就取向你的考试资格 咱们刚考试的第一名 是张小都同学 老师 为什么张小都学习那么差 咨询张小都 是个品学兼用的好学生 而且张小都的父母 给学校捐了200万 你们的妈咪哪个学校捐什么呢 啊 捐一份不要跑准费的外卖 先生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沈天天同学 那位是她的双胞胎弟弟沈乐乐 啊 他们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 叫沈高高 在同年级的另一个班上 哥哥 是爹地 不喜欢卡爹地 还给妈咪固好 还想把大宝 跟我们分开 我们不要扔他 主任 您来得刚好 沈天天和沈乐乐 这俩兄弟 欺负同学 还当中打人 我建议取消他养的考试成绩 并惩罚他们 打扫一周的卫生 大人是我 不是我哥哥 凭什么取消他的成绩 主任你看 他们两个心是太恶劣 竟然敢当中比不上老师 是不是 闪念了吧 张晓得都哭了 前几天 张晓得他妈给学校圈200 之后是让他妈知道 沈天天 你虽然成绩好 但这品行呀 不好也不行 你要不想取消成绩呢 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让他呀 给张晓得道歉吧 必须跪着道歉 对 这跪着道歉 才有成绩 跪 主任 你们学校的校风校技就是这个 动不动让学生下跪 郑先生 这可是我们学校的事 一个外人就不要擦手 王老师 去给他妈妈打电话 让他来学校一趟 担心家庭的事就是 沈天天 你妈咪也是送外卖 老师 要不你点个外卖 让他妈咪送到学校来吧 啊 这个好 哈哈哈 喂 学生家长也算外人吗 你是沈天天的家长 是谁敢欺负我儿子呀 妈妈 沈天天考试抄袭 沈乐乐不让我告诉老师 还打我 啊 陆夫人 刚才我们已经决定 取消什么乐乐的成绩 作为惩罚了 取消就够了吗 敢推我儿子 你们这两个小野众 赶紧过来给我跪下来道歉 要不然 我今天学生 快推你们俩 你想让谁下 你又想开始谁 你试试 我劝你啊 赶紧给我一元 你 我连你一块收拾 我们不是野种 我们有妈咪 你不是野种 那你知道 你爸是谁吗 你又是我的爹爹 对 我就是他们的爸爸 你想 什么 你是他们的家长 原来你就是这俩小野种啊 那刚好 你们三个一块块块块下来道歉 我 我就让我老婆收拾 我老公可是石氏集团的高层 他粘死你 就像粘死一只妈一样容易 石氏 这么确 我也得石氏手 西装 鞋子 都没钱 都是上个的台面生根货吧 肯定也是个臭块工人 废物 你也能配跟我老公 我老公可是年收了百万的高层 先生 小不准责乱大吗 你赶快跪下来道歉 免得孩子没学上 你也丢了工作 爹地不难过 好 爹地不贵 爹地不贵 是谁这么大胆 欺负我老婆和儿子 是谁这么大胆 欺负我老婆和儿子 是谁这么大胆 老婆你可来了 你儿子也不来 我们可要被人活给亲死了 就是你们两个欺负我儿子是吧 打我儿子 欺负我 老公 老公 你没事吧 老公 你敢打我老公 你把人给我看出外面 他是在实事工作的 老公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他老婆就是个丑合外卖的 臭打工的 你赶紧跪下给我道歉和三个小头 走 我让你从实事卷过来卷嘴带 还不赶紧跪下来做些 神天天 你成绩比我好就怎样 你们这些臭打工的 我还跪呀 这位先生 你还是跪吧 那你们要认 他有钱做什么对 你什么信 先生 你赶快跪吧 事情闹大了 对谁都不好 二宝三宝 你妈咪也把你们教的很好 除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话 爹地 再教你们另外一句 爹地什么话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斩草除根 哈哈哈哈 斩草除根 还请对我斩草除根 我看你怎么 哥哥哥你没事吧 你 你你个臭打工 你敢打我老公 小臭打工的 你好大的胆子 你啊 啊 小小 张神 我给你十分钟 求得我儿子 什么情况 他眼里的把刀好逼真呢 难道 他真的是什么了不得的人 我 你叫什么名字 你在试试是干什么呢 老公 他能是干什么的呀 他就是个臭打工的 你看他这两个儿子 穿着衣服 而且 他老婆 就是个臭丝外卖的呀 哈女士 把你身下的外卖 要到家里去吃 活着 连个手段都不容易 他们几兄妹在学校 吃饭都不敢多吃肉 就是个穷鬼 他们家的孩子呀 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 每次买一套 这老大穿新衣 老二穿新衣 老二穿新衣 老婆 你 你胡说 我妈命可不是像你说的蜡样 爹地 妈妈一个人赚钱很不容易 但是他对我们很好 我们有穿的 好吃的 有学生 我们其实很幸福 我知道 张神 你们可看不起穷人生 开除张神 并对他依法进行起诉 因为他打着实事的名声 在外面招摇撞骗混合公司声誉 哈哈哈 老婆 你没听到 这个小子说要开除 开除了 要实事 起诉啊 哈哈哈 老公 他以为他是谁呀 是实总吗 哈哈哈 我爹地确实信实 爹地你就实总吗 你姓沈 你刚姓石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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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是实总 行了 沈天天家长 您又这样给孩子做榜样了 您要是实总的话 那我可就是实总 哈哈哈哈 校长交代 让我一定要好生招待这个男人 莫非真的是实总 啊 啊 王老师 事情闹大了 赶快去解销证过来 啊 小子 你不是说要找人开除我吗 电话出去了 毕业装了 哈哈哈 走到现在还没有人见人来开除了呀 啊 呵呵 看见没 哎 十四集团总经理 人家一根手指就能按死你们这一百个大笔大笔 那 只有这种人 还值得我增见 哈哈 哈哈 花总啊 什么 什么 你怎么 你什么事你不舒服啊 嗯 十四十都 都都都是我永远不是在这 都是我永远不舒 我求求你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你不要开口啊 可不 你干什么呀 他就是臭大功的生的血啊 啊 师傅 不好意思 我完全不懂事 我帮你继续他 臭小子 快老子让你过来是读书的 不是让你心里后缺的 我看后 先来为少爷道歉 先生 你干什么 你吓了我儿子 这个臭小子 这点苦都受不了了 刚才 房总医生拿电话 可告诉我 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还想法委员碰告我 让我赔三个亿的名誉损失费啊 什么 三个亿 我们一家子 全都卖了 那做不出三个亿呀 那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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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傅对不起对不起 师傅永远不是但是 我求求你 不要欺负我们一家呀 我我没有办事 我都没有写上呀 我要吃饭 我要上学 小天天对不起 我不敢污蔑你长心 什么了对不起 我不敢骂你狼鼠的 爹地 你要不要让张晓东一家 去送外卖啊 我妈妈送外卖 和养活我们一家人 他们一定也可以 可以 妈咪说 生活职业都是要尊重的 他们必须学会 尊重别人 听到我儿子说的话呢 快滚 师傅 我马上就去送外卖 我一定好好送外卖 嗯 啊先生 原来你真是校长 校长 就是他 他就想服了服了 你赶紧让我啊 把他拉出去 好好坐坐去 他这俩孩子啊 逼什么事都不用来上学了 趁早跟上他妈妈一起送外卖 得了 校长 你你怎么打我呀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师傅 对不起 我还吃了 校长您疯了吗 你是个穷打工的 那是什么师傅啊 你千万别被他们骗了 师傅 需要出了这样的老师 是我们的错 所以就辞职 还希望你和孩子 不要影响心情啊 这样 能出现在三尺角 还是 是对教育行业的污 师傅 我会发出通告 让他此生再也不能进入教育行业 爹地 爹地 你跟我们长得好像啊 你这是我们爹地吗 其实又几 他是跟爹地最像的 天天 乱乐 对不起 让你们受我去 爹地先报仇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这样去 爹地你真好 你会把我们的朋友们人身边抢走吗 如果你要把我们抢走 我是不会给你的 你们放心 爹地 不会跟妈妈抢你 为了养大这些孩子 申于真的付出太多 你去 师傅 小小姐的学习资料都拿到了 他们中午十年妈妈学 我们就在这儿弹动了 为了养大这些孩子 申于真正付出太多 太多 带走 师律 你快来救我 你快去 你快去 陈小姐你好 您听过的二十杯珍珠奶茶 已经送到 马上出来去一趟 妞儿 这不沈家大小姐沈宇吗 什么沈家大小姐 她呀早就被逐出沈家了 现在的沈家大小姐 是什么 沈宇 你是不是变快了 来 一松的奶茶 您喝第一杯 你喝是吧 我让你不喝 沈宇妹妹 祝你生日快乐 你今天真漂亮 是啊小语 而且这个人是我妈妈特地 让我带给你的礼物 感谢你妈妈上次 住在我们家公司 帮我们家渡过难关 沈宇妹妹 你骨子上戴的这条 是全球只有一条的热烈之心 钻石项链吗 真的太漂亮了 很漂亮吧 是许悦哥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许悦得也太好了 你们一定要有点幸福下去 来来来 我们请看个照吧 嗯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不知道吗 今天什么日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想干什么 沈宇 今天是江城第一名媛 诺儿的生日 我请你来参加你姐姐的生日宴会 你不开心吗 诺儿小姐到 小宇妹啊 你这是怎么了 沈诺儿 你少碰我 徐悦 你真的和沈诺儿在一起 沈宇 徐悦先生 已经跟诺儿定疯了 并且许诺的诺儿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块钱 我说沈宇 你是不是很后悔啊 你妈当时倒贴前 都要把你嫁给徐悦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 你别忘了 当年是我妈出了一千万 帮你们温家挺哭了 不然他会破产 他会带你开车出门吗 你们温家 只害死我妈的间接凶手 你妈的骨盔都被人养了 你还敢给我提你吗 徐悦哥哥 小宇妹妹 你现在非得以为他们是出车祸似的吗 今天呀我生日 不不我们把金像告诉他 让他高兴高兴 爸爸 今天 都挺 生日 你妈根本就不是出车祸似的 你妈呀 是我 徐悦 啊 还有爸爸 一刀一刀痛 一刀东西 就是一刀 我干什么 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手 都可以先送给你六爷庄 你想支持 嗯 徐悦 你别忘了 你从大山走出来的每一步 都是我媽花情婦 他對你比對親兒子都好 你還是人嗎 人不畏己天租地滅 我承認你媽對我 是還不錯 但是他千不該萬不該 把所有的遺產全留給你這個廢物 這是對我好嗎 這是對我好嗎 這就是在耍我 沈玉 與其說是我們害死了你嗎 不如說是你自己一步一步害死了嗎 因為啊不管是我還是許悅哥 都是你一步一步帶到你媽身邊的 哈哈 是我 我把你們這群畜生帶領我媽認識 什麼全面子做過最錯的事 媽 對不起 都是女兒的錯 胡了 沈玉 像你來給我過生日 你給我找費氣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不會開心的 我知道你不會開心的 除非叫你的六個野種來跟我一起過生日 是不是 今天我高興滿足你的願望 去把六個野種給我帶過來 我 我想像我的孩子 我 我想像我的孩子 不許 我偏要速度點去 好 好玩 真好玩 當初伴仲主婦的小公主 你也有今天 這還只是前菜 等你們一家人到齊了 正餐才開始 好了好了 大家等一會兒再玩 我們先去分量高 小雨 一起來吧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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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大家都在為我唱生日快樂歌 你為什麼 你是不想讓我生日快樂 我想你死了 你這不成是法醫 史綠你快來救我 去 哎 你剛才 有誰打電話球 我聽他說的好像是實力 是那個大家都沒見過 神秘又尊貴的時事集團總裁實力 是那個大家都沒見過 神秘又尊貴的時事集團總裁實力 神秘又尊貴的時事集團 你今天認識我們都不認識的大人物 難不成你給他送過外賣 是 我就是認識政策 你要是敢碰我的孩子 他不會放過你的 那我的康天他怎麼不放過我了 神秘 你是不是好久沒吃過這麼高級的蛋糕了 來多吃點別客氣 再喝給我 哈哈哈哈 哎 許願欺負我 哎寶貝 神魚你知不知道諾爾 馬上就可以拿到萬龍集團的集成 到時候 他就會成為僅次於時事集團的全球 第二手 你敢陪他 我看 你就是招死 飯龍集團 沈總 最後這份文件切換 萬龍集團就重視從審視破裂出來 成為一個經濟公司 好 媽 為什麼要放一個萬龍集團出來 而且這個資金儲蓄量比審視要多的多 傻女兒 這趁媽給你多的後人誰都不知道 媽 你說什麼呢 我不要什麼後手 我只要媽 你永遠能陪著我 傻孩子 媽迟早會老的 萬龍集團 萬龍集團我已經簽下了法律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將是由你一人繼承 他將是你一生最堅持的後方 媽 我不要什麼萬龍集團 我只要你 世諾爾 你要繼承萬龍集團 世諾爾 你要繼承萬龍集團 沈宇 你要繼承萬龍集團 告訴你也不怕 那份繼承合同啊 本來是要留給你的 可惜了 你命不好 跟你那個短命鬼的媽一樣 送個外賣等的出車禍 當場生亡 至於你生養的六個野種 等你死後 我會把他們斷手斷腳 進去接年齊草 這樣一來 你媽留在GQ世界上的 所有血脈都消失了 而我沈家大小姐 就能名正言順的 繼承萬龍集團了 沈宇啊 沒想到你媽死了 還能照顧我 我呀 真感謝當初那個一刀一刀 死了自己了 沈奴爾 你不是人 怎麼跟奴爾說話呢 啊 沈宇啊 他可是未來萬龍集團的繼承人 許啊 他要是敢動了孩子 就算是有十個萬龍集團 他也得死 沈宇啊 你剛說我動你的孩子就得怎麼了 豹子你知道嗎 就是我叫去抓那些小野種的人 你說他抓沒嚇到啊 喂豹子抓到那些小野種了嗎 沈小姐 接到了 正在趕過來的路上 不要 搖搖晴晴你們快跑 豹子 沈宇說那些小野種的親爹是我惹不起的人 你有沒有碰到什麼我惹不起的人呀 沈小姐 你馬上就要成為萬龍集團的繼承人了 一人之下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誰你還惹不起 沈宇 聽到了嗎 我 現在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今天就是你跟你一些小野種們的祭日 小野種的祭日 實驚啊 你還是要做什麼都可以啊 你還是要做什麼都可以啊 我求求你啦 你放過他嗎 妹妹呀 姐姐呢 我也不是鐵石心腸 你要把你的孩子也不是不可以 你跪著從我裙子下面撞過去 鑽一次 我就放過一艘 啊 喂呀 妈呀 像狗一样钓过去呀 谁 还不贵 信不信你待会儿进来一个孩子 就敲死一干 你好 我嘴 哼豹子回来了 豹子那些小野种的呢 孩子我没接到 什麼 你電話裡不是都說街大了嗎 是誰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是是那個大人我 你這話說的 沈小姐 咱們把 沈宇放了嗎 放你媽呀 就知道你靠 連幾個小孩都內不著 沈小姐 學哥 我真沒有 咱們趕緊跑吧 往哪兒跑 石綠 我就知道你不會不管我的 誰 是誰在說話 放生弄鬼 出來 老三 十幾酒店聽著 有名把打 帶老四老五來看戲 沈宇是不是你長那些下三蛋能幹的 想法好 你死了你啊 小心 石綠 石綠 你來了 孩子們呢 他們還沒放學 你放心 我的人在看著他們 他們很長 謝謝你啊 沈宇 你是一個好父親 接下來就讓我做一個好父親該做的事情 你要做什麼呀 保護我該保護 沈宇 沈宇 這就是你找的野男人 心疼倒是不錯 可惜了 這小白倆 小白倆 她說我是小白倆 你生氣嗎 什麼玩家就是有眼無數的蠢 你幹什麼呀 是 我是問你生氣 回答 生氣 當然生氣了 他怎麼折騰我 我都認了 他居然說要讓我們的孩子 斷手斷腳去街邊乞討 那我替你出去 啊 叫門 我 你跟他徐悅哥哥 你知道他是什麼身份嗎 他是他的公司 和時事集團是有深度合作的 你讓他 時事集團不會放過你的 又是時事集 世界可真行 你 男人在外面幹糟糕 女人應該幹什麼 給您捏捏肩膀 不放棄 好真實的肌肉啊 看來 此男七年前 有八塊腹肌的公狗藥 肯定還在 你腦子裡面又有什麼黃色肺料 我是說 你抱著我的衣服站遠點 別見到血 可以了 再遠就看不清了 神魚 你找著野男人 你找著野男人 四十九波 也是很便宜找你的眼人了 二十三 你廢我一條傻 今月 我就讓你下十八層第一日 今晚 世紀酒店清場 始終有好戲上 只值幾個月 不再去 無關人員全部社長 無視刀消停 你的劍勢 M4 帶專業器 殺人於無形 我這兒 有大德 顧少您來了 这个臭娘们带着这个野蛮人 来您的世纪酒店闹事 快收拾他们 顾上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看起来好精致呀 这个是送给我们诺儿姐姐的礼物吗 顾上你别这么吵架 有您出席我的室宴 我已经不胜荣幸了 你是个什么东西 谁让我送你生日 顾上 您是在开玩笑吧 跟你开玩笑 顾上行了 我不拍 二哥 刚是谁说要送你下十八条地域 嗯 正好 拿来给我的五十刀开开这 二哥 顾上为什么喊他二哥 神语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来的 三哥 您这把破刀一会给二哥 这么多人砍了手都累了 二哥 我去把m4给你 一会儿就把这碗人射成肉汝 二哥 这个没准是谁看 他不是我孩子的吗 沈宇你好手段 还真给你找到当年那个野男人了 对 什么情况啊 你不是说玩了沈宇的是工地上的野男人吗 但这个男人看起来有权有势 沈宇有六个孩子 谁知道他是哪个孩子的爹呀 可恶 这男人长得这么帅 我身份不息 不露我手里 竟然便宜了沈宇 妹妹 这就是当年玷污你们的男人呀 J.先生 沈诺 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像样的贱人 闭死了 妹妹 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啊 难道你是怕孩子的父亲知道吗 你身子脏了之后 还跟许多野男人生死不清吗 石绿 我没有 什么 这就是石绿 石绿怎么能便宜沈宇呢 他必须是我 石绿 石绿 你要知道 沈宇他可是生了非常多小孩的 除了那个三胞胎 其他的爹都是一个 像他这种生活肮脏又混乱的女人 根本不会做您孩子的母亲 相反 你们家诺儿呀 沈诺儿 昏露露 你们小小口碰人了 妹妹 你为什么不让姐姐说 你敢发誓 你生到六个孩子都在同一个父亲呢 六个孩子 你 我当然可以了 师父 只是当着实力的面 我不能承着 妹妹 既然坐着当风呢 就快喝一点 要接盘去找老师见面 师父啊 有权也有势 二哥 什么情况 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哎 让我说啊 这女孩挺能干的 一次生六个 哎二哥 几个是女孩呀 二哥 老大说 给你一个优盘 这个优盘里面的事情 你都没说什么呀 二哥的事情咱们都不知道 大哥在国外哎 怎么可能知道 不管他是什么样 他是我孩子的母 这就过了 沈总让你少装了 我都没有碰到你啊 沈总你看我的手 沈云好恶毒啊 沈总 在他没有那么重要 那都抵制人家 人家过得哪呀 谁跟你说话 沈云 过来 与其跟有些人说的在 狗直接给他一躲 石总 我可 二哥男友弟爆棚了 看来二哥这次啊 不是走生 不是走心了 不是走心了 小语 原来这位是十四万 你好 小语 对不起 之前是我有眼无不 小语 我的手 不是说对不起 不是道歉的 小语 你懂什么 是怕了吗 别怕呀 不就是死吗 我妈别死 还是死在你手下 别动 你们不许走 妹妹 你快让神诺放了我 你快告诉她 我刚才只是开玩笑了 你快告诉她呀 谢神月 诺儿可是你姐姐 你男成爷想把她的手 神诺儿就算要死 我也让你死在大街 神语 这一把手 打你 这一把手 打你狗狗狗 嫂子身手不错呀 外表小白 图灭心小儿 二哥 我看死了打这么久 手打累了 我去帮帮 不用 慢慢发现 神语求求你 神语求求你 神语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你让好我吧 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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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语我错了 神语我错了 你饶了我了 我再也不敢了 神语 我露露 谢谢你 你跪得也太早了 当年 我妈给你们温家庭了一千块 我会让你千倍万里的花花 神语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 看不起你了 神语 神语 我跟沈诺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熊熊你 你别难为我 神语 我马上就要成为万龙集团的继承人 你不要再多人 沈诺 我见过poa别人了 没见过poa自己 万龙集团是我们艺术传人 继承人 我为什么 只要你死 我这样 走 沈诺 坐在你死 使得让痛 就多不受死 借你的棒球更勇气 哪有走 我们去 沈诺 你要干 啊 沈诺 你不会以为 我要打死 然后去做老吧 你把我想的太緊張了 我要你 許悅 十天城 我要你們以後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 我二哥 嫂子英勇不作祖我喜歡 老五拿手機給他錄什麼呢 哎呀這大哥一直跟我聊天的 讓我把二嫂女渣你的畫面錄下來 讓我看呢 我不會吧 大哥對二哥女人有這個 路什麼路啊 他想來看就讓他親自來看看過 二哥 你還真別說 老大可說了 你要是跟沈小姐結婚的話 他一定會到現場親自送祝福 哎大哥這麼神秘的人 哎那時候是一張照片都沒照過 他真輸了驚慧未來呀 看兩天紀錄 哎哎哦真的哎 大哥一落千金 哎我說二哥 要不你原地立馬跟誰要一起求婚 我真的很想見一見大哥 哎二哥 我有點朋友得了癌症快死 他最後的願望 就只能見S集團神秘大魂一面 那我 你可又在這兒無衷生友 嘿嘿嘿 我不是想見大哥一面嗎 平直你們的幻想 這個女人還不會做我同胞 跟老大認識一年 從來沒見過他對賺錢以來的事情上心 他為什麼會這麼關注沈女 沈女 你身上到底還有多少人 是我不知道 二哥 二嫂這也太兇了 你不管管 不能說人命怎麼辦 不用管 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 光我 你看二哥那表情 哎嘴上說著 什麼二嫂不夠資格 你讓我看呀 這二哥以後 肯定得舔著來 哈哈 現在老大也加入的局 而且他的二哥 虧虧我藏場 你看我就說 沈玉 你別以為你幫上實力就能為所欲為 現在可是法治社會 你要是敢殺我 我就抱怨你把牢底做穿 殺你 你想說今天 最多煩 沈玉 沈玉可是五樓 我可是你姐姐 現在 十號 你還有人性嗎沈諾 你還好意思跟我談人性 七年前 你不也是這樣把我逼著跳下去 你還說 大表一世 便宜了附近鐵骨 沈玉 你為什麼一定要沈玲在以前的仇恨 裡不肯走出來呢 我可是你姐姐好啊 我的好姐姐 到我們玩個遊戲 我數到三 你就從那跳下去 我就放過 要不然 我就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 再丟到海裡 你敢 啊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自己找了 我要回去扶他还曾经认 沈小姐 请稍等一下 你在叫我 对这边有个电话需要您接一下 我接电话 你确定 确定以及肯定 那我叫 老五 你干什么呢 不是我也不知道 老大突然就给我打电话说说 他要跟沈小姐打电话 二哥 你那个老婆从哪找的 我见大哥好像很迷他 看来大哥也喜欢美女啊 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 我一定把大哥迷了呀 我迷三道的 姐 喂你好 我是沈宇 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妈咪是我 刘八 刘八 妈咪你小声点 这样我的马甲就有线路了 沈开开 你在搞什么呀 刚刚 实力的朋友说是他们大哥要跟我说话 怎么会是你啊 我就是他们的大哥呀 沈开开 你怎么能是实力的大哥 他是 妈咪 我知道 但是我还要再考察他一段时间才能让实力当我爹地 沈开开 是不是你送我大宝去找实力的 你 妈咪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你不想知道万楼集团的事情吗 你不想继承万楼集团天衣资产成为你首富吗 你不想带我们吃香喝辣吗 你不想在 爹地跟你巧人的时候拿钱砸他吗 等等等等 沈开开 你跟我说说 拿钱砸实力的事 沈小姐 我大哥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他说 他会是我坚强的后盾 顺便帮我考察一下实力配不配得上我 我配不上你 真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 你在做什么白日梦 你真是比什么 是什么 你带布 呃 那你 saucφ 你那我 hated 你 就爱了 女人 就爱了 如果说 你 é savings 随便 正好 沈隆 今天谢谢你 孩子们也挺感谢你们 以后去跟孩子们助手 不用 我们家虽然小 但是够住了 沈隆 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最好一遍就能记住 大宝二宝三宝 是我自己不记住 你想剝奪他們天生的油脂資語 跟你一樣長大在那名窟裡面莫怕混蛋 好 你想走了 帶著你那兩個爺爺愛去了 我的三個兒子必須要留在世間 哈哈 是我們叫來平民窟裡莫怕滾打 你少瞧不起人了 想要喬得起就拿出讓我喬得起的自鼻 在那之前 我的孩子必須要留在我的身邊 至於其他兩個 你在他們睡大街 都跟我們沒辦法搶關係 好 十六 你給我等著 深月啊 要幹嘛 你想多了 我就是想問一下 不是六個孩子 怎麼只有五個 我就是想問一下 不是六個孩子 就六個孩子怎麼只有五個 六寶寶他是你大哥呀 你不知道 關機是你再說一遍不光 不光不光就不光 六寶不是你的孩子 關什麼事 你錯了嗎 誰要你親我了 媽咪該你們在幹什麼呀 四把五把 你們選的正好 走回家 媽咪我好想搭保他們呀 那什麼時候才能 進到大保他們呀 四哥 你別說了 你想讓媽咪更難過嗎 那我就不想大保他們了 媽咪 你喝牛奶 我 跟五寶和六寶 會一直陪在你身邊的 四寶 媽咪 會盡快強大起來 把大保接回來的 這樣 我們一家七口 就能永遠在一起了 好了 不說這麼多了 我們趕緊喝牛奶 吃完早餐 媽咪送我們上學 好不好 媽咪 你送完我們去上學 還要送外賣嗎 今天太陽好大 你要做好防曬 多喝水 謝謝四寶 媽咪今天不去送外賣了 外婆扔了一個禮物給咱們 媽咪把她娶回來 快吃吧 小羽啊 幸虧你及時出現 要不然我們真得 被那個狼心狗肺的 沈家人給見了 沈小姐 翻蒙其翻是你母親畢生的心血 我為她守護了六寶 都將能完畢規照 任務也完結 沈小姐 師哥那麼多年 再看到你 我彷彿又看到了沈子 我相信 萬龍集團在你手上 一定會再闖輝煌 與時事集團必見的 王叔叔 路易斯叔叔 雖然萬龍集團 是我外賣一首創的 但是 能有今天的成績 也要感謝二位 所以 請受小米一拜 沈小姐 幫幫我 小玉啊 既然你已經接受了這台 那今晚我就在萬龍酒店 飾驗款待 江城百家好門 對外 路易斯叔叔 對外公布的事情 咱們先緩一緩 因為我還有件事要做 小玉有什麼事情儘管分配 我們去安排 這件事別人替代不了 只能我自己做 出國了嗎 胡鬧 放著萬人之上的總裁不倒 要去從青層做起 我倒是覺得沈小姐這個選擇非常不錯 萬丈高樓水魚機 盤龍臥骨高山起 沈總的在天之靈啊 看到他的女兒這樣踏實肯幹 一定倍感欣慰 而且啊 我把那張黑卡和南城別墅的鑰匙給他 那麼多錢 那麼大的房子 別說養六個孩子 六十個都夠了 你就寵著他嗎 你光說我寵著他 是誰剛才給設計部的人遞貨 讓他們照顧一下今天新入職的新員工 每個 siz把我舉上 construction 告訴你 不是 我 不是 你是 不是 你說 是 老夫人被小区里儿送来他老婆给刺激到了 说石总不结婚不孙孩子 他宁愿死在万里 师父 三个小孩的事 是什么呆光的 就 把神玉国带回世界 什么你 你说你生了三个孩子 他们 他们是阿绿的亲生骨肉 老夫人 其实我 你看你这脸脏呢 来我看看 以后是敢告诉奶奶你有六个海 我就让你永远见不见得死 石瑜你没病吧 签这个合同 你给我十个月 没错 今儿中我七十三个月 可是合同你说 我三个月不能一千四宝五宝还有六宝 抱歉 我做朋友 深夜 不就是三个月不见你们三个野种 石磊 他们不是野种 事与不是与我合同 深夜 这份协议 这份协议 签也得签 五千也得签 石磊 你记住你今天威胁我的样子 你别后悔 你别后悔 我石磊的字典里 就没有后悔了你 奶奶 大宝二宝三宝 是我跟阿绿的孩子 哎呀 那个太好了 不过小雨啊 我记得你还有两个孩子 他们呢 我觉得跟阿绿长得更像 奶奶 那个是小雨收养的孩子 他们才不是我 啊 奶奶 那两个孩子啊 是小雨朋友的孩子啊 嗯 是啊奶奶 我这个朋友啊 特别可怜 嗯 他谈了一个男朋友 那不要脸的渣男 骗了他的身子 骗了他的钱 然后 他就走投无路自杀了 不过还好 那个渣男啊 被雷劈死了 但是 孩子没人管 所以我就 哎呦 是这样的渣男 死得好 你看我干什么呀 我说的是四宝的亲生父亲 我又没说你 你看什么看 小雨啊 你真是太善良 太伟大了 嗯 这样吧 你带着六个孩子 住到是我们史家来 他们也都是咱们史家的孩子 也叫阿绿 叫爸爸 奶奶 阿绿 不许拒绝 我四宝五宝我都见过 特别乖巧懂事 有他们叫你爸爸 这是你的福气 你就偷着乐吧你 亲奶奶 嗯 是啊是 我愿意让其他三个孩子叫你爸爸 你就偷着乐吧 嗯 沈宇啊 你还挺有手段的 竟然哄骗着奶奶 接受了你那三个野种 十六 十六 我那是手段吗 但是我孩子们 本来就他人喜欢 是个正常人都会喜欢他 只要你这种小脑不发达 才会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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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们 小脑比起来 有红柑 不然那边恐怕不会放下桑小姐了 嗯 放下了就好 我看小语比桑那次好一千倍一万倍不止 她一个人拉着六个孩子长大 她对阿丽毫无怨言 这样的好女人 阿丽要是不正义 我都在揍她 小语小姐确实特别优秀 只是我听说 桑小姐她已经回国了 不然那边恐怕不会放下桑小姐 而接受小语小姐 不然她接受不接受 跟不下去 今晚我要举办晚宴 通过小语还有三个孩子的身份 以后我老婆子就是小语的底气 谁要跟她过不去 就是跟老婆子我过不去 石绿 你下次要是再不打招呼这样亲我 我赶紧违信 这样 我赶紧违信 我赶紧违信 一定提起她 你要是再这样强词夺利 我就告诉奶奶我们是假情侣 你是不是又想让我亲一看 你敢 今晚奶奶办晚宴 要公布你跟三个孩子的身份 你准备一下 五点我来接你 公布孩子的身份 但是 我还想到时候带着六个孩子 一起跑路了 公布了我还想去跑 但是什么但是 他们是十家人 林有名字 算了算了 你把车停这吧 万龙停 把车停这干嘛 我在这上班 今天刚入职 我跟你说 你这车打开 点灵风空 宁愿去万龙这种小公司上 也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车 瞧不起实事 去给万龙的人交代一下 一开始给他安排工作 别安排了 这三个月我希望他的经历 留在硬子奶奶最近的事情上 好的什么 嘴上嘴巴 行为上在主 石总 您很真是心口不一 什么 部长 你是说今天新入职的员工 谁可能女人 没错呀 刚才石总秘书亲自打电话交代过 要让我好好照顾着别累着 不仅如此啊 就连我们公司的总裁路易斯先生 也提下打过招呼了 总之啊 这来的肯定是个大人 不应该啊 那石市集团设计部在全球属一属二呢 他的女人 老不设计部 你懂什么 越是大公司越有避嫌 万龙设计部排名啊紧碎石市 石总这么安排 肯定有他的道路 总之啊 等会人来了 你们都好好招待着啊 还好这个石市未来的守护人 知道了吗 哎老师来了有人来了 哎 这上席下次来了两个 到底哪个才是石总的女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石总秘书也没跟我说的名字 你瓷剪 哎呀真是你啊 瓷剪 哎呀 部长 石总让我们好好照顾的 肯定是与瓷剪 哎呀是石总青梅竹马的发小呢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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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三隐慈 我刚刚走过 走过几年车几年 哎呀隐慈姐 太谦虚了 部长 隐慈不知道 我们隐慈姐呢 在大学的时候 跟石总一起合作 开发过一款热门游戏 可优秀了呢 哦 丧小姐 您真的认识石总吗 不对啊 石总秘书交代的时候 说名字是两个字 丧远慈 是三个字吗 我呀 确实跟阿里从小就认识 他总是为我的事情参加了心 不是 你看我 哎那个不麻烦不麻烦 我帮您拎东西吧 您的座位在那边 你应该就是他了吧 大家好 我叫 叫什么你叫 什么时候入职不好 偏偏这个时候入职 孩子我差点冷落了丧小姐 赶紧去给丧小姐倒杯水去 部长 我来应聘的是设计师职位 不是庸人 你 我告诉你啊 这位桑云慈桑小姐呢 是桑家第一大小姐 她可是石总 追了七年追稻子女 你给她倒水 那是你的荣幸好吧 那既然这么荣幸 你怎么去 你 婷婷跟我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肯定不可能让她去倒水的呀 大姐 我都没见过你 你好意思让我给你倒水 你不想去就算了 我记得又不看 各位 给大家准备个鸡丁的礼了 真客气 谢谢殷琪姐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小姑娘 我家保姆算人数的时候 没有把你算进去 这样行不行 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再给你补上 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们忙吧 我去个卫生间 是该不好意思 您家桑小姐贴心 为我们准备入职礼物 她倒好 你看现在什么都不算 真是没有礼物 瞧她们那身底仓火 一脸穿三样 说啥 哇 小奶奶的最新款香水 啊 桑月姐 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 我爱死你了 一群土包子 一群土包子 身上又不穷酸味 要不是为了万龙集团的继承权 这辈子 你们来舔我的脚趾 爸 你让我回国 但是上次叶总会的照片被拍到 我就已经惹怒了阿丽了 阿丽放话了 说不允许我再出现在江城 而且姑妈那边也说了 阿丽到现在都没有松口 再帮我收的 我的傻女啊 桑家已经瑞西比了 你信不信 你这次回去 阿丽呢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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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小子不仅不会嫌弃你 还会想方设法取悦你 我你的欢心 爸 这疯了呀 我们家都快破产了 而且难道阿丽他也疯了 会突然反过来 娶我了 乖女儿 你爸爸呀 已经找到机会 让咱们桑家东山再起了 何止东山再起 如果你这次回去 能成功的获得万龙集团的继承权 桑家会变成第二个十家的 爸 你是说前段时间刚和米国签订了万亿订单的万龙集团 我要回去当这个万龙集团的继承员 我要让阿丽重新回到我的身 目前万龙集团华氏人路易斯 只是个专职总裁 他的合同将于一个月后到期 外界传闻 万龙集团的前任主人 没有留下继承的 所以 既然下一任继承人 将由路易斯来指定 乖女儿 我已经替你搭上路易斯这条线了 这次你回国 马上入职万龙集团 去集团设计部上班 爸 我这不是回去当万龙集团继承人的吗 为什么要去设计部上班 是啊老公 那设计部啊都是些臭打工的 咱们小子呀 从那里上班 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路易斯呀 这 你懂什么 路易斯那个人 对钱 钱色 都不伤心 连于喜欢设计 此 去设计部后 要长袖上午 相信以你的财貌和手段 路易斯一定会被你吸引的 那时 只要他随便一句话 万龙集团的继承人 非你莫属 不是啊 爸 你这是 让我回去陪那个万龙集团总裁 那个老男人啊 那 那阿绿他 要是得不到万龙集团的继承权 你觉得你跟阿绿还有机会吗 知道了吧 那我这一次 就会回去到这个万龙集团的 进城 喂 你妈 咋说 十佳今晚举办晚宴 宴请江城所有的豪门名流 叔叔用重大消息要对外宣布 我想是阿绿知道你要回国了 要公开对你表白吧 好 我知道了吗 又是交代打点 又是举办盛大的宴会 阿绿 我就知道你还爱着我 我愿意给你 给我们 一个机会 我愿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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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第一天上班 感觉怎么样 路易斯是这 能叫我小语就行了 第一天上班 还行 万龙集团太大了 路易斯跟王浩在上面编长默契 设计不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太多 等我一一理清楚后 再反馈给他 好好 你要适应就好 小小姐 我老婆做了大餐 去我家吃饭吧 叔叔 我今天还有安排 要不我讲明天好不好 好好好 那行 那好明天见 好 我估计 那不是神语吗 他也是富二代吗 现在他的男人都看到奥迪 放他了狗屁富二代了 我朋友说了 他就是个窮鬼 这一份工作是 外卖的 不对 他还是个不行呢 你不知道他那几个孩子 哎呦 这个神语 私底下是不乱的 刚刚那两个男的 不会是他的拼头吧 你说他们晚上会不会一起 那个白头发的背影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照片上的Lulis 过去看看 万龙可是大集团 如果小雨真的是那样 那我们得劝劝他 回备正常的生活 不要到时候他自己乱 还换了公司的门事 你师姐太善良了 呦 神语 那两拼头呢 怎么能跟你一起走 是这样的米塔罗 陈婷婷 你早上没刷牙呀嘴这么丑 你有病啊 神语有病的是你吧 剩6个孩子下半身被男人亡烂剑 你敢说我臭臭 认识Lulis的人 怎么会用这么婆婆来扔的手机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小雨快起来 手机还给你 你就不要怪天天了 天天是怕你跟他也跟男人交往 到时候染上什么病 他就不好了 小雨小姐 你说跟男人交往 染上什么 来 麻烦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个 小雨啊 我们就是一番好业 同时之间聊聊天而已 你怎么还录上音了 是啊 张小姐 我录音怎么了 你不说什么 不说我走 对了 明天我会拿着修手机的钱 来找你报销 神语 你算什么东西 敢让我报销你修手机的钱 我告诉你 你这破手机就算掉在地上 我都不会看一眼 小雨 你这个手机本来就快坏了 人家天天只是轻轻一碰 你怎么还让他赔了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轻轻一碰 对啊 我就轻轻一碰 那他自己掉了 我不小心踩了一脚 又能怎么办 这说了 男的手机搁呢 叫雨呢 哦 给你呢六个野种 反光才把 我去送了他 啊 神语你敢打我 小雨 天天只是好声好气跟你解释 你怎么还打上他了 就是啊神语 你以为你认识开奥迪的人就牛逼了是吧 你知道我们隐私姐什么身份吗 随便一根纸头都能碾压你 云婷你别害怕 我现在就报警 像神语这种人呀 就应该交给警察来管 别光报警呀 你三小姐这样的身份 我得请十几二十三母体过来 刚好 我把证据下 小雨 你这音品 可以修剪的 你觉得大家 会相信吗 湘小姐 我这个 可不只能录音 还可以录行 我相信 你刚刚 陈平平吹我 穿手机的那一项 经过得清清楚楚 这个录音笔 本来是用来记录 世纪部各种细节 没想到 在这儿牌上弄张 怎么 着急了 别着急呀 刚刚 你不是说 她只是撑撑胖了 小雨 大家都是同事吗 对不对 你一定要把同事关系 搞得这么的剑拔弩张吗 啊 贱人 三番两次跟我呛声 从这样我起 就不给我面子了 等我成为继承人物之后 跟一个群臣风傻 让你死无葬生之地 陈平平 你还报警吗 不报警的话 小心走 小雨 这样好不好 我今天晚上 替大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 我希望 那时候也能来参加 我们是真的很想跟你搞好关系 啊 韵丝姐 你带她去干什么呀 她那穷酸货 你可以参加我们上流社会的宴会 就是韵丝姐 那宴会是为了你接风行程的 你请她去干什么 好了 大家都是万龙的员工嘛 都是为集团工作的 我们都背负着巨大的使命 我们应该团结一心 你说对吧 小雨 你说的团结一心 我很认识 但不好意思 把这儿给我上 看到没韵丝姐 沈云这不知好歹的见 那她去干什么 这石家的宴会 带我们去之后啦 是啊 韵丝姐 我们做梦都想看看石家的财力呢 那你这以后呀 做了女主人之后 可要都邀请邀请我们呀 沈云 我本想让你看看 我被将成最尊贵的人 扑在手心里宠的样子 你却不知好歹 你一个强按耐人 清新妄想开除谁呀 实力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呢 他们都先回老宅了 降车吧 开不开 是我前面来 做什么白日梦呢 让我给你当司机啊 我希望你帮我当司机 我又没让你接我 你说什么 还有开不开 我能说什么呀 我说石总人最好了 是辛劳来接我 要不然我打车 得打到明天早上去 你天底下第一最最体骗了 天哪 麦巴赫 哎好漂亮的车 哎 那个车上坐的是神语吧 都尝尝发什么纯梦呢 神语哪配得上这种麦巴赫呀 这种麦巴赫 只有我们影子姐姐能做 对了影子姐 我听说江城 神语仅有的三辆麦巴赫 全是十家的哦 还有一辆 正面香满了红色的钻石 从没有人见过 哇 好啦 实话告诉你们吧 那辆车啊 那辆车啊 是阿绿啊 什么能为我买了 哇 这次我回来 阿绿和我做了这么多事 显示出了满满的成年 今晚他肯定也准备了 比那辆车更浓重的礼物给我吧 阿绿啊 你是不是已经期待见到我了 将我深情的涌入怀中拥吻了 我也很期待你 阿绿 我爱你 你只能是我的 你只能是我的 因为对此 老师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我说什么都不听 我说什么 哎 别怕 你别别怕 今天 要不要告诉你 今天晚上穿这条裙子特别好看 实力 你会多了 今天 嘴巴怎么那么小 连心到连心 一定知道这块钱 有点 实力 我过多了 你能不能背这么伤心 我今天高兴 我多会儿 button 就怎么了 你高兴什么 跟我共度初约 有个三三的大袍手 我当然高兴 我高兴 你最乖的这一天 向我秘虎 你讓我起來越想起 十多 你說 當年是我的 初遇 沒錯 不如是我的初遇 你是我自身 唯一的意思 你是做 唯一 別想 唯一 你怎麼 你怎麼做 問說對 這叫你 你真該死 我們都對我自己 像你唯一其他人 有什麼傷害子 我看人家 你 阿烈 你到底要我幹什麼 我要你幹什麼 我要毛掉你身上其他男的痕跡 讓你知數 十六 我沒有其他男人 你是我唯一的男人 十六 我騙你了 那個孩子都是你的 他們都是你的孩子 算了算了 十六 這麼多年都為我熟生如玉 那我也不逗他 把一切真相都告訴他吧 而且我有了忘龍集團 也不派派跟我搶孩子了 十六 他 他 混蛋 混蛋 石總 抱歉石總 抱歉石小姐 來打擾了 你們繼續 你們繼續 老夫人 那個 石總和石小姐在裡面 不方便 混蛋 我們是一家人 沒有什麼不方便 見我們的 啊 我知道了 叔叔 媽咪跟爹地是不是在抱抱親親呀 媽咪又要給我們生妹妹了 哎呀 原來是這樣的呀 哎呦 是我老糊涂了 我老糊涂了 嘿嘿嘿 張秘書 你就好好的手在這 不要讓任何人進去打擾他們 我呀 你整個抱歉 七個層僧僧 你怎麼這麼快就 你這麼問我 我怎麼回答 難道是我們池總 沒錯 這是你想的 我想走了 池總這麼快 當初是怎麼拿下三名單的 沈羽 這是你家的年會 你來到什麼 又是沈羽 我們允子姐邀請你來 你不來 真的又撇得快點來 你可真賤啊 真的沒有 管不好你的臭嘴 就不要吵了 你的馬屋子都是我 你敢罵我 我打死你 沈羽 對 人家屏住只是擔心 你也沒有邀請 還進不去 騙子 你帶著 我 我是不會帶你進去 給我人現眼的 聽到嗎 沈羽 我們允子姐發善心 可帶了進去 不然就憑你這倉依的門呀 小飛 都飛不進石下的門 沈羽 我看你也盛裝打扮了 可你很想進去吧 要不然你跪下來 給允子姐磕個頭 道個歉 沈羽 你會不會磕好呀 你會的話 小小姐 你跟打拼拼 她的男朋友可是部長 你完蛋了 我告訴你 我等著 我在這兒 讓我男朋友過來開除你 來 老公 快來 我被欺負了 開除我 好 我等著 那 那現在還死要死嘴硬呢 我告訴你 今天是我的大女子 你 我的卵 我保你不會被開除 你送了什麼東西啊 需要你帶我 哎呀呀 沈羽 你怎麼敢這麼跟我們允子姐說 你絕不知道我們允子姐是誰 他是萬龍集團的繼承人 你呀 就是一個小小的實習生 而我們允子姐 可是萬龍集團的繼承人 你還不趕緊跪下來道歉 你們的意思 萬龍集團繼承人 是你 送你去 對啊 時候告訴你吧 我也不是非要要拿這個身份 來押你 不趕緊 今天 好好道個歉 雲淑姐 跟他配什麼話呀 你什麼身份 他什麼地位啊 他這種人 能跟你人腳趾和懂肺 萬龍集團繼承人 有點意思 十綠 忙著呢 我稍微話再說 什麼 剛才 是阿綠給他打的電話 難道 他認識阿綠 沈羽 石總的名字是你 名字取出來就是讓人喊 我怎麼不能 剛剛真的是石總給你打的電話 你別是自導自演吧 我們石總可是我們女慈姐的 這次的宴會也是石總跟女慈姐辦的 他能給你打電話 我看你就是怕被我們收拾了 所以他故意這麼說的吧 你就說嘛 石總怎麼會放著我們女慈姐 這麼好一個繼承人不要 來搭理你啊 哼 小羽啊 我就這麼跟你說吧 我知道阿綠呢 他又體貼又優秀 是很多 外面那些咽咽咽咽的夢中情郎 但是今天我在這兒我要表明一個立場吧 他是我的 以前是 他以後也會是 如果你敢跟我搶人來 你就只會是那個遭天前的 小 嬸兒 你討欺我坑吧 是誰啊 你敢嗎我忘了幾個能負責人 雷哥就是他 沈羽 你竟然敢欺負桑子 小姐 三小姐你別生氣 我馬上給路易斯先生打電話 懲罰你不知好歹的女人 好啊 那你現在把路易斯先生叫過來 看看 他會怎麼懲罰 沈羽 你算什麼東西 也陪讓路易斯他親自出門 沈羽 你該不見是怕了吧 沈羽 你要是真的怕了 就乖乖跪下 把三小姐的鞋舔完結房 我呢 還能不在路易斯先生面前 說說你幹的那些好事怎麼樣 王磊 你是龍還是蠢 哪隻狗眼看到我怕 不敢讓我給路易斯 送他打電話 你是怕了是什麼 好啊 你現在打 好 我們去 班部長 一會兒電話通了 您否讓我聽一下 沒想到搭上路易斯竟然這麼容易 我回國前熟度的勾引老男人百事百靈的一百招 這本書這麼快就派上用場了 萬龍集團的繼承人之位 又進了一步 好了 沈羽姐 沈羽姐 你就等著換男吧 喂 你好 路易斯先生 不好意思這麼晚打擾人 是這樣的 我想跟您說一下我那個同事啊 叫沈羽 什麼 你要跟他講電話 您為什麼這麼尊管 等等 不用 路易斯叔叔真是個急性子 沈羽啊 你真的認識 這不是路易斯進場 不認識 不過 他可能一會兒就過來 沈羽總 太好了 路易斯先生很看見你 看來 他可為你親自出面為你突破 畢竟啊 我們隐慈姐 他是石總的女兒 而路易斯總裁呢 可不敢得罪石總的 沈羽 你看見我們隐慈姐這待遇 該不會是像激怒漢吧 剛才還說石總給你打電話 現在該不是想說 人家路易斯先生來 不是為了給隐慈姐出頭 不是給你出頭的吧 如果我說是 唉呦 笑死我了沈羽 路易斯總裁 為你出頭 哼 笑死個仁啊 小姐啊 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可能還沒有搞清楚吧 我啊 雖然是以新人設計師入職了 萬能集團 但是 那是代表我想一步一步 腳踏實地的成長起來 我告訴你 我父親 先生可是世交 這個繼承之位啊 是他親自引落給我的 沈羽啊 你只是個低賤的外賣員 而我們隐慈姐呢 是名門出身 又是石總的愛人 路易斯先生最著重培養下一代了 所以呢 請妳認清自己的身分 不用想著 登月碰現 知道了沒有 さ 세 three 露易斯先生 真相聚 露易斯總裁 您總算來了 如果再不來啊 沈羽是個賤女人 丟到這個房子 right 拿了縫嘛 對啊總裁 沈羽他居然不尊重集團 未來繼承人 一定要把他全行業封殺了 沈羽 我希望你的电瓶车还能丢 因为啊 马上叫我去送外卖了 路易斯叔叔 小雨他踢天入职 他就屡次顶撞我 三位小姐的意思是让我开出小雨 哎呀不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 希望小雨啊 他能少做一点 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祝大家 团结一致我们把公司的利益 能够造更大的价值 你说对吧师叔 路易斯那可是最看重万龙的发展 我的这一番话怕是说到他心坎上了 继承者之位啊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小雨 你怎么看 路易斯叔叔 三小姐既然说这样不利于公司的团结 那要不然这几步 全面写上 什么 沈宇 那怎么了 沈宇 万龙集团身体不承卖上千的员工 你不结算就结算 你算好几啊你 路易斯先生 原因是能跟我的父亲要交好一些 为什么你要听这个沈宇 沈宇你这个贱人 你最好别掀我一步急速 先登大上路易斯 不然 我说我不放了 沈宇小姐 你父亲是什么人 和我交好 你不看 你真不认识沈宇 我堂堂万龙集团的总裁 为什么要认识一个新重职的员工 路易斯先生 这个沈宇他也是敌敌不执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想知道呀 那你听好了 由于他就是下一届万龙集团的总裁 是我签订的继承人 为什么你们关系都这么好 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说这个继承人还没有选定 为什么他就成继承人了 你就爬上你的床了 哦 沈宇啊 你太不要脸了 把这总裁都能当你化了 你说他的床 混蛋 丧小姐 你就跟你的父亲往我办公室里送的那些 你的现场照片一样恶心 小姐走 我给你进 沈宇你 我错了呀 是我工业不知菜餐 是我耳背 原来总算吩咐 让我好像照顾的人是你 是总秘书让我帮来反正活动的人也是你 都是你啊 滚 沈宇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是总秘书 要带你带你照顾的人 是总秘书 这个名字可娘 是不是他明明知道我们今天入职晚龙 他为什么 我来照顾的人不是我 而是这个使女 贱人 我害死吧 我明明记得施总秘书说名字是两个字 结果你一来 就说是施总老情人 有害死 先别打 上一次 今天晚上宴会厅的大佬云集 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把我们带进去 就说是大佬给我们认识一下 沈宇姐 我听说施总的老太太 会在宴会上 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想 她一定是知道你回国了 要凑合你跟施总 可既然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万龙集团的继承人 这都不打紧的 这样 你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配得上施总的女 是啊 王部长 我们今天说的对 我虽然不是什么万龙集团的继承人身份 但是 我的身份也是比你高千倍 比你高半倍 你 你们几个今天想要进去 就好好跟我跟我 那我好 你谁要上班 快点 你要请去请假 请假 你们这群娃子真大 你们坐也叫我看 我第一次听说我进 时间还要提醒 不好意思这位小姐这是规矩 每个人都需要提醒 什么都要提醒 是的 刚才那个续续进去 你怎么会拦住他要提醒呢 这位小姐 沈小姐是十家人 他听出自己家不需要小姐 但是你们不行 你们是外人 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你他成了石家人 他算哪个都是的 你呀 你石小姐的身份 根底有多么尊贵 你是妖言活动的贱人 你会让我彻底把石小姐得罪完了 我杀了你 你 他这么小 你来了 小语啊 那个孟与辞 我跟他没有办法联系 他和父亲想听办法想接听我 我没有给他办理点机会 你不要误会 路易丝叔叔 我肯定不会误会你的呀 看来不能再在底藏浪费时间了 万龙集团一天不对外公布我的身份 万里面那群豺狼舞报 就多一天远禅气成人这块肥肉 得抓紧时间对外公布身份才是 路易丝叔叔 要不我们挑个良辰吉日 开个宴会 我想公布一下我的身份 小女儿 终于想通了 好 我马上去赞 谢谢路易丝叔叔 你就知道最好了 好 谁最好了 刚才那个野男人是谁 你吓死我了 我问你刚才那个野男人是谁 你真是很难放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你还要勾搭其他男生 施律 你这狗嘴里指不出象牙吧 不是野种就是野男人 要说野男人 你才是我生活里面的野男人 我不敢来试试 你跟他不要再纠缠 嫁给你 带着孩子们跟我一起生活 我会把那三个孩子 当亲生女生 当成亲生的 施律 你以为我稀罕你试试 我告诉你 我不稀罕你 我的孩子 也不稀罕你 谁告诉你我是施舍 我爱你 我想跟你 想把孩子们一起生活 我会 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今晚 石家邀请各位欢迎一趟 是为了庆祝两件事 一时石家终于找到了流落在外数年的三个小少爷 他们是我松儿阿丽的亲生骨肉 这场晚宴过后 石家将正式将他们寄入独虎 任独归宗 天哪 石总的亲生骨肉 还是三个 这消息也太爆炸了吧 听说石家的子子一出生就能寄成一笔巨额财产 这一下子来三 听说石总前女友 张小姐今天刚回国 石家就举办这么盛大的宴会 莫非是她 第二件事呢 就是大家好奇的 这三个孩子的生母 也是我们石家认定的孙媳妇 请大家记住她的名字 她叫沈宇 是个美丽又善良的女孩子 沈宇 奶奶在天上靠你的 你也不是回应一下 奶奶给我干什么呀 你又没跟我说出这个流程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作为石家的儿媳妇 生一个男孩子会得到一个亿的奖励 还真是喊你上来领奖呢 石绿 生一个男孩得到一个亿的奖励 你把我当什么 你把我们的女儿当什么 女人在你们石家 就是生育工具吗 我们的女儿 我们有女儿 沈宇 你给我站住 我们石家什么时候说过 不喜欢女儿 生一个男孩奖励一个亿 生一个女孩奖励两个亿 倒是你 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们的女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女孩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呀 哎呦 这年头还有人不喜欢钱吗 哎 这小两口 最近感情好着呢 一分钟都分不开 大家只要记住 沈宇是我们石家的少奶奶 这以后的家庭祖母就行了 当家祖母 就凭她沈宇 母亲 我反对 小河 你这是干什么 妈 隐私救过阿丽的命 她才是最有资格成为石家祖母的人 天呐 我不想想你图报 只是这个沈宇根本配不上阿丽 如果他配得上阿丽 我自然会忠心祝福他们 但是 他们根本都不是两个 小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 桑小姐 我想知道 我是哪配不上沈宇 沈宇 你这种肮脏下作的女人 还敢顶嘴 我做什么了 这这到底是怎么了 阿丽 虽然我是你的后母 但是我也不忍心 你往后面一点 来你们大家都看看 都看看沈宇那个贱人 做了下作的事情 我呢 都休息说周可 都看看 小语 这些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 如果我说 我跟他们是正常关系 你相信我吗 这两个男人 一个可以当你爸爸 还有一个可以当你赢人 你说正当关系 谁信呢 你们谁信呢 奶奶 这个照片上 白头发的男人 其实就是半龙集团的现任总裁 而且在这个照片 留出来是钱 小语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而且在不久之前 我还听说了 这个集团的总裁路易斯 要把公司的继承权 全部交给小语呢 小语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和这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如果说不是在床上把人家赔爽了 人家怎么可能把继承权都给他呢 奶奶 他那三个孩子根本就不是他收养的 是他跟其他男人生的 他说自己的亲身骨肉是收养的 奶奶 这样的举动 他还算是一个好女人吗 什么 那三个孩子 沈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事情就是 他就是个破鞋 沈玥 既然你靠这么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继承权的 我现在就命令你 把继承权交出去 不然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媒体 就是啊小语 你就答应你妈吧 要不然这个事情捅出去啊 到时候你的孩子也会遭殃的 什么 连孩子都会受到影响啊 当然的啊奶奶 小语 你快听话去 把继承权交出来 你不会实加考虑 也要为孩子们考虑考虑啊 实力是什么 这也是你的意思 奶奶 我知道那三个孩子不是我 但是我喜欢沈玥 我不管他的过去是怎么样 我都会娶的 你 你这是要气死我呀 不行 不要 你 他 我很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還沒喊 Rocky 啊 施略 这件事 我在最后解释一次 照片上的事情是他们乱编的 你相信我吗 施总老夫人他醒了说要见你 你先回去我帮他去 施略 你不相信我 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谁 我不是那些是 神谕啊神谕 神谕啊神谕啊 你乖乖的把万龙集团的集成全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争取六位孩子的探视全 不然 我会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得他 好 那我收你的 姑妈 你看她 什么态 压根都把您放在眼里 还如果要是交不出继承权 那该死我了 一个当了婊子 又像立牌放的剑女士 下周一 万龙酒店举办宴会 公布继承人的身份 放心 胡妈一定会让女成人继承 至于那个神语 胡妈已经有办法对付她了 妈咪你也想见大宝他们吗 四宝 你怪妈咪吗 是妈咪 让你们没有办法多多付 我只要妈咪 四宝真乖 还要谢谢六宝欧 他马上就要回国了 有他在 谁都欺负不了我们 是啊 你要谢谢六宝 十六 六宝回国 等你知道你一直养成的大哥 是自己的儿子 会不会寄突显 不要 十六 不要 十六 你嘴上是不要 可那天晚上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 十六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呢 是想告诉你 我相信你 因为所有的男人加一起 都不足我十分之一的事 你不可能 看不上我 反而可能你去在哪儿了 你神经病啊 你怎么办 你真是想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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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个 你你的 和我 是 那 好 那 你 和生 可 你 就 你 你老公你老公大半夜不在家 就為了給我們傳個機會 他出差去了 你別靠近我了 你幹什麼 你別動啊 我給你找個東西 什麼東西 能證明四寶和五寶是我孩子的 你別動啊 我給你找個東西 你別動啊 如果我沒再做了 六寶是我的孩子吧 施力 你不可以一上來 就搶走我的孩子 你知道這些年 我把他們養大 吃了多少苦 生了多少錢 我知道 我都知道 這些年已經辛苦了 對不起 我來忘了 十六月你幹什麼 大寶 二寶三寶 十六月你 他們不是你的孩子 也不是我的孩子 是我們的孩子 這麼多年我來忘了 對不起 別這樣 你會手疼嗎 要不 換個方式懲罰我 是什麼方式 那個 十六月你瘋了 是在孩子的房間 那我們回自己的房間 我 十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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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摸緊點 十六月 我生了六個孩子 身材 可能沒有當年那麼好 沈宇 在你眼裡我就是這麼父親 我喜歡你 不論是心靈還是身體 我喜歡你也是你的權利 我喜歡你 十月 我也喜歡你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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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利 都這個點了你怎麼不叫我呀 孩子們 我想讓你多睡一會 你別著急 孩子們 我都曾去學校 休息 你 你怎麼了 那里不舒服 我没事 就是身体也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就要看医生 你等一下 我把家庭医生叫回来 不用 我就是 说吗 猜猜 那你怎么还下床 是 就是 之前 我跟你的第一次 你也是我一样 我知道了 做两位医生 你别说了 这样 你把水喝了 休息一会儿 家里面没有药 我现在出去买 好 昨天让你跑了 今天你可没那么好的运气 小雨未来 你好久不见 师夫人你这么对我不怕生意知道 知道了又怎么样 是你自己按捺不住静寞 睡了老男人 又找前男友向门来满足自己的生理心心 你这么对我 就算是阿丽知道了 也会觉得你恶心 小雨 看到这个了吗 哎 把这个唱喝了 然后跟你的徐月先生 好好的学个教育 哎 哎 我 哎 你送给我 谁不会放过你的 说 能为我睡是你的福分 在我面前 你还敢提别的男人名字 我看你啊 你不是找死 小雨 哎 哎 看这儿 你最喜欢的车子头 看那头啊 哎 嗯 哈哈 哎 跑哪儿去 徐月 你要是这样对我 十里不会放过你的 我能睡了十里的女人 就算是死我也迟了呀 你放开 来 看这儿 嗯 让大家看一下 这美妙的身体 嘿嘿嘿 来 让大家好好看看 你到底要死 你给我死我 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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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告诉我 到现在 你还要让我招他一命 你还要让我招他一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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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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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是很受伤的 我不管 我 要不 怎麼壞一套方式啊 我 小林 小林 要開始吧 我 要給我媽報仇 小林你輸了 這一下 把你忘恩輸進去 啊 啊 啊 打你狼心狗肺 小林小林 我求求你 你放過我 我不想死小林我求你啊 小林 我在這個世上 高潔投手 讓你活著的每一年 都為過去的聰明車 啊 等你唱個單子 你就可以去死了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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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會找人看著 我會讓他死啊 小林 我給我媽媽謝謝你 帶著孩子 搬過來公義去住 我會讓你去死 我會讓你去死 你去死吧 我會讓你去死 你们带着自己的小行李箱 先进去 明白 别墅里面都收拾好了吧 我那些同学 一个个眼尖的很 不该被他们发现的东西 都藏好了吧 收拾收拾起来了 但是希希啊 听说 别墅的主人要回来 什么 这个别墅 这么多年不是一直都没有人住吗 什么主人 该不会是假冒的吧 谁知道呢 好了好了 你们同学过来吧 你先带他们进去 哎 你们请沈宇 我请她干什么呀 她一个抽送外卖的 上周我可喜欢她 给咱们家添了多大的麻烦呀 是 一下 凯哥 袁袁小爱 你们来了 инд 谢谢 这是你家吗 可真豪华呀 是啊 熙熙 你可真大方 居然把这么豪华的地方 lle 出来给我们举办 cookie form bre 來來來坐 是啊 我聽說這南山別墅市值已經超過了一個月 希希 十年沒見沒想到你混得這麼好 我哪有什麼厲害的呀 還不是多虧了我內衛的照顧 希希我上次聽你說你男朋友在萬龍集團工作 不愧他就是萬龍集團的太子爺吧 哎呀我真是見到了活的總裁夫人呀 哎沈宇 希希啊你還邀請他了呀 沈宇你這大包小包來希希家幹什麼呀 什麼 沈宇我家不歡迎你你趕緊滾 像希你什麼意思 你擅自傳入我家不然你問怎麼了 就是沈宇你這樣這裡是哪兒嗎 我只知道 這是我家 你家 你瘋了吧 你祖宗十八點進一起送外賣 都買不起這南山別墅的一間廁所 這還是你家你這瘋子沈宇 你是不是很想進這棟別墅來長長見識 來 給希希跪下 我現在就帶你進去怎麼樣 江濤 敢用你的當手碰我試試 沈宇 誰給你的膽子敢對我的客人大呼小叫 媽咪這房子好大呀 有那麼多房間 你的野種怎麼會出現在我家裡 像希啊 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你這話阿姨你常是野種 你要不是野種 怎麼會在我家裡 沈宇 你該不會適合你的野種無家可歸 跑到我家來蹭吃蹭喝吧 沈宇 我怕來的小野種 敢偷吃我做的蛋糕 我打死你 你笨到我女兒 沈宇 我看見向南的面子是什麼 請你嘴巴放乾淨 我女兒沒有小偷小 大晚上 這野丫頭跑到我家 偷吃我做的蛋糕 她沒啥都是什麼 我好 你先回房間 你先回房間 那女兒等著你好不好 我回去 沈宇 你和你的小野種 是不是連做夢都想住在這樣的大房 沈心 你說 這是你家 不是我姐 那你算什么东西 配住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配了 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 沈宇 欣欣男朋友可是万龙集团的太子爷 沈宇 你知道万龙集团吗 那可是仅次于时事集团的大 人家随便从手指缝里 露出来的给你 都够砸死你 跟你的小野种了 沈宇 要不你就从路 我要熙熙看待我这个老同学的面子上 忘了你跟你这个野种 涛哥开口自然是没问题的 人员小爱还不快帮涛哥摁住 小剑子我早都看不乱你 等你被玩烂了 我儿子就不会被你捕过 上期江涛你们要一个算一个 我不会爽过你们 把人对手让主意 有避免 有避免 你 你没事吧 沈宇 你没事吧 你今天敢废着我哥在外面找野男人 就是你的敌 你敌人很挺多的 你不帮忙就算了 怎么还说风凉话呢 前十几年我冷静日子不断 现在这样我也挺喜欢 不用 我来解释 你想干嘛 我先去 我 放下这 往后招待 我 施略 我觉得那点贵 我俩还真是 很喜欢你 沈宇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谢谢快报警 妈不能报警 警察来了 我不是南山主人这件事 就能够住了 西西 沈宇他欺人太胜了 对他费什么好 赶紧把你男朋友叫过来 我收拾了他 沈宇 你说你男朋友是 忘龙集成的太子爷 沈宇啊 你是不是害怕了呀 你要是态了 赶紧对下给我道歉 待会儿要是我男朋友来了 你跟你的贱男人 还有你的小野种吗 有可算 都 施略 沈宇 沈宇说 你面对万龙集成的太子爷 只有被碾压了 什么 万龙集成的 我没听过 你不过就是一个小白脸 你没听说过的事多了去 西西 跟他费什么话 赶紧把你男朋友摇过来 呦 你也想想 是呀 快把你的 忘龙集成的太子爷叫过来 你给我长长眼 我还喘别气了 你就这么着急想别的 看看又怎么了 而且由他的称托 会把你显得更有性 我怎么战略有性 世情有专业 我需要他给我称托 世情专业 爱事远 张影子的女子 你显得 我过来就是 张光临解释他的事情 看什么呢 闭嘴 沈宇 我男朋友马上去了 你确定你不给我对下道歉 西西啊 你真威武霸气啊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什么 林欣欣 你 没有听过我这西西小孩的 美哥 就是他们 你的臭送外卖的 拼买乌乌跑到我家 打了我同学 他威胁我 美哥 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呀 黄总 你怎么散毫了 就这对狗男女 他们说 你给他铁鞋都不配 混账东西 但瞧不起想你 你知不知道万龙集团 几个字怎么想 万龙集团几个字怎么想 我想 我给你这猫看过 我感情啊 看看又怎么了 而且 有他的称托 会把你显得更优秀 我讲的虽然也有称 虽情有专一 我需要他给我称托 虽情专一 爱十月 张影子的名字 也没显到 嗯 我过来就是 张光临警示她的事情 看什么呢 闭嘴 陈宇 我男朋友马上就来了 你确定你不给我对下道歉 西西啊 你真威武霸气啊 不好意思 你刚才说什么 林欣欣 你 我也欺负我这西西小孩 美哥 就是他们 你的臭送外卖的 拼买乌公跑到我家 打了我同学 他威胁我 美哥 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呀 王总 你怎么算好呀 就这对狗男女人 他们说 你给他铁鞋怎么配 我混账东西 敢瞧不起小娘 你知不知道万龙集团 几个字怎么行 万龙集团几个字怎么行 我讲了 我给你这东西 我敢瞧不起小娘 你知不知道万龙集团几个字怎么行 万龙集团几个字怎么行 万龙集团几个字怎么行 我讲了 我给你这东西看过 港平 送上铁鞋 来 媽 你什麼神經病又犯了 你穿女佣的衣服幹什麼 你快去把衣服脫下來 謝謝的同學 不好意思 我有神經病腦子不好使 你其實沒騙我們嗎 我當然沒有騙你們了 現在在場唯一的騙子就是神語 好你個秦翠翠 又帶著你女兒來別墅鬼會了 妳的長男女 這張骨架 那 謝謝 媽不能猜撒謊了 媽需要握著她工作 給你哥擋錢請媳婦 什麼 撒謊 向西 原來你真的是在撒謊啊 還有你男朋友的事 是不是也是騙我們的 現在萬龍街頭總裁 我跟你們 哪來的什麼太子 神語 你就是要跟我作對是不是 屁嘴 起碎碎你被开除了 男人 把这些垃圾 我扔出兰山别墅 为什么只抓我们 还有沈宇呢 他不是也是外人吗 带走 抱歉 沈小姐 我来迟了 委屈你了 郑管家 辛苦您从乡下赶回来 你先休息吧 好的 沈小姐 沈小姐 我姓沈 别人叫我沈小姐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觉得你应该有话对我说吗 石磊 我们什么关系 你是我老公 男朋友 都 都不是的 所以啊 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我相信你这个贱人 竟敢骗我吗 别让我再看见 不然 借你打你一次 你们走 西西 这可怎么办呀 我被开除了 我怎么暂天给你哥娶媳妇啊 为什么只有我们被轰出来 难道 沈宇他说的是真的 不可能 他就是个送外卖的 西西啊 现在你管沈宇干什么 你哥这么大年纪了 你想办法 妈 要不就让沈宇嫁给我哥吧 西西啊 你疯了是不是 是啊 那个破鞋都剩了六个孩子了 妈 我总觉得这个沈女不简单 这件事 我们从长记忆 施总 您让我调查事情 使不动一场 差不多 是的 所有关于沈小姐的事情 都为我求 我知道 大哥 帮我查个人 笑语啊 孩子我已经接回来了 你快去说说是吧 今晚的宴会 需要你慎壮出场 好的 路易斯叔叔 不过去之前 我想先祭拜一下我的母亲 好 那你路上注意安诚 那晚上见 拜拜 好 妈 来 喝杯茶喝茶敬 小河呀 真是后悔 当初没有听你的直接去母留子 现在沈宇已经开始拿孩子拿捏我们了 奶奶 这个沈宇他难道不知道 这些孩子身上 有的是实家的情 那这也太过分了 妈 沈宇这种女人 毕了钱 连陪老男人睡觉 她的事都不做得出来 她现在手里的六位孩子就是留个摇权术 她肯定舍不得了 少奶奶 今天啊 这个饭楼集团可是要宣布沈宇他是集团继承人的什么 他如果到时候真的成了这部公司继承人 说不定 他就不会要孩子的继承权了 云瓷你太天真了 沈宇哪是正儿八经的继承人 他呀 只不过是路易斯身边的拼头 现在又跟实家又转过身的牵扯 说不定那个路易斯就是通过沈宇把手伸到阿里身上 那这么说来 这个沈宇就是万能集团安插在阿里身边 慎啟蒂 石总 沈小姐将会出席今晚办公节 związ的晚业 益硙 我会接手万龙集团 我会把集团做强做大 完成您当您收服的心 该死的神语 这肯笑语 继承万龙集团那么好的事 居然把我排除在外 还想杀我 可是你亲爹 幸亏我提前买什么揍他 不然他的鸟肯定会穿 为神语 爸 弄死神语 难道沈家的罪恶报仇 我们就能攻身再死 那还等什么 动手吧 大哥的飞机半小时前就到了 人怎么还没来 大哥也不给个照片 怎么也太沉默了 哎 二哥 大头给你发消息 你还没到 还没回消息 不是让你在餐厅街外的吗 是不是都在这 哼 哪来的消息 哎 这么晚了出门 你都怕坏叔叔把你卖吧 啊 你还有什么 别这么严肃 来 你来老师你来 哎 上一个给你拍张照片 哎 嘿嘿嘿 哎 老师 这小孩怎么跟二哥长得体像 爹就是 哎二哥二哥 哎你要跟这小孩跟你长得一样 哎 这不会是你在外私生子吧 你有私生子我都不会有 谁谁 你是谁谁 二哥 你真认识这小孩啊 哎 大哥回消息了 说实际上咱们在 三球街外的公园等他 好好好 哎 那走啊老师愣着干嘛 你还看表面 我觉得这是好有魄力 你们已经接到我了 还吃三条街外干什么 别勾引太道 在考台期结束之前 你还只是我二弟不是我爹地 二哥什么情况啊 什么二哥爹地 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从他就是什么神龙见首 不见大哥 然后二哥他是你儿子 还不明白 人家不都说了吗 我考察系也没做 我也只是个弟弟 哎 你真的就是我们老大 就是那个在互联网上 炙杀风云的大哥 有假包换 哎老大 那你哥二哥有什么关系啊 行了行了 这辆车嘛 去下一辆 不不不 我就想跟大哥续续绣吗二哥 哎走了走了 大大哥我老三老三了 不是 你一个人回国 你妈咪都不来接你啊 妈咪来了 我还怎么考察你 不好妈咪出事了 什么 我在妈咪手机上安装了一个跟踪定位的软件 现在想要突然消失了 妈咪肯定是日的危险了 二弟 这是我在你最后一个考验 你必须得把妈咪安全救回来 你 在这份盒头上签字 否则 杀了 签不签 好 我签 你想放开吗 算你诗相 好好的配合我 拿到万龙更斯 沈大夫 沈大夫 沈氏集团已经被你怪光了 万龙集团你还想要 你走啊 你 你凭什么接上万龙集团 万龙集团 万龙集团还是我的 你给我交出来 交出来 别别掐死他了 谁欠个 爸你急什么 怕死你 我们照样的拿到实施的钱 沈丽 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你身来面就比我好 凭什么你妈那么容易接 凭什么你找个野男人生孩子 他就是大作口 去死吧沈月 你死了 我就整容成你的朋友 到时候 你的男人是我 你的财神野生女 都是我 都是我的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更是我的 王后 找到小语了吗 没有 这可怎么办呀 今晚这么多人 就是在等着我宣布 继承人的身份 洛伊斯先生 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我们集团的内部师傅 就不劳外人操心了 抱歉 我还有事 想失陪了 我妈 我妈 你看他什么态 连你这个食份都不放在眼里 我知道 他怎么当这个 季承人吗 他把我放不放的眼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 沈诺尔已经得手了 沈月死了 好 云子 这玩龙集团的负责人的位置 马上就是你的 姑妈 难道 你已经想好办法了 你姑妈 她不是靠这张脸 当成了阿里的号码 是智慧 小雨 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 你先去前面 稳定来变 我想想办法 路易斯先生 你是在找沈月吗 不是 你知道小雨在哪吗 我当然知道 她呀 这会儿应该去了英曹地府 报道去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路易斯先生 我姑妈的意思是 沈月现在已经死了透透的了 你如果不想跟她一样的下场 你就乖乖地把伞龙集团的继承权交给 你们 呦 路易斯先生 这个 这个 是万能集团的股权转了协议 你想要活灭 就乖乖地 在上面签字 跟她废什么话 这是印尼 拿着她的手指 该起码张就行 那吗 你 现在万能集团 真正的水往了 我终于可以 和阿吕齐名了 好了好了 烟灰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赶紧抓紧时间打开一下 今天是你第一次出名 一定要把門的漂亮亮亮 回來 我 喂四叔叔 他中毒 去醫院 小语 我這是在哪 路易四叔叔 你醒了 這是在醫院 沒事 只要你好好休息 很快就會恢復的 小语 那個宴會 趕快去那個宴會 我們萬龍吉他 要對話宣布你的身份 路易四叔叔 宴會已經結束了 桑允慈和桑巧和 控制了王浩叔叔 他們拿著偽造的合同 在宴會上 冒認了萬龍集團 繼承人的身份 什麼 怎麼會這樣 小语啊 都是我對不起你 那份合同 是他們強迫我簽下的 我去 告他們 讓他們把繼承人的位置 還給你 路易四叔叔 您別著急 這個事情我會解決的 您可別忘了 我是我媽的親生女兒 我不會允許別人 騎在我頭上的 小语 莫非你有辦法嗎 當然了 好 好法子 讓這對姓溫的公母 有無法生之地 好 好 原來這就是小溜啊 看那眉眼 简直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真是个好孩子 唉 就是那个神语 是个混云 小语她很好 孩子们也离不开她 我也很喜欢她 她哪里好 她带着孩子藏了这么多年 让你爷爷到死 都没有看到石家的第四代人 她就是石家的罪人 奶奶 以前的事情怪我 不怪她 石律 算你小子实相 还知道我一个人 搭着这么多孩子辛苦 我不管 以前你不肯接受孕慈 但现在她成了万龙集团的负责人 身份地位跟你很相配 又对你有救命之 你跟她 是天作之合 奶奶 桑允慈她是救 可是这么多 我们时事给她的报答已经不少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神医 石律 就凭你这样 我石律答应嫁给你了 出言不坏 你简直不可救药 你以为 孕慈拿下万龙集团 只是为了她自己吗 她是为了你呀 放着这样心甘情愿 为你付出的女人不要 却去取一个灾心 你糊涂呀 什么叫 桑允慈拿下万龙集团是为了吗 她虽然不说 可我知道那傻孩子的心思 她爱你爱到命都不要 她知道万龙集团 对实事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就先下手为强抢来了 她 真是有心了呀 难道 实事集团 一直在记录我年轻的遗传 实力 桑允慈这次抢购我万龙集团 集团人的身份 使用你的手笔 你到底爱我吗 我怎么不能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天被开除的 是你你不数 桑允慈 现在整个江城的人谁不知道 万龙集团的继承人是隐私界 什么路易斯呀 什么王浩啊 那都是过去是 你又推我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抱子打了 我打死你 打死你 你打死谁啊 小月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老部长啊 你是怎么管理你设计部 我 难道实事集团 一直在记录我年轻的遗传 实力 桑允慈这次抢购我万龙集团 继承人的身份 使用你的手笔 你到底爱我吗 沈宇啊 你还有脸来啊 我怎么不能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天被开除的 是你 你不数 桑允啊 现在整个江城的人谁不知道 万龙集团的继承人是隐私界 什么路易斯呀 什么王浩啊 那都是过去 你硬推我 小月我看你是吃了雄心抱子打了 我打死你 你打死谁啊 小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老部长啊 你是怎么管理你设计部 我 小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小月 小月 你没事就好 小月 你为什么要推我 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你回事 这沈宇没死 沈宇没死 沈宇那个废物还没得胜 拿了我的定金跑路了 真是该死 哎呀石总啊 你看我们眼神节的脚踝都红了 沈宇他欺人太甚 你可要帮着做主啊 沈宇他欺人太甚 我用你教我做事 沈宇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配了我样子 啊石总 你自己好像很难受的样子啊 阿绿 没事啊 我真的没事 你不要怪小月了 孩子已经说没生气 那这样呢 阿绿竟然怀疑我呢 太好 我就知道拿下万能集团之后 他会更看着我的 啊石总跟沈宇姐感情终合了 那当然了 我们与茨姐可是石总初恋呢 可不是什么阿猫狗就能代替的 够了 你不是要去楼顶拿文件吗 去吧 好 阿绿 我们在后头 你能帮我上去吗 好 沈宇 开口吧 只要你开口 我马上把他丢了爆 站住 小月 终于吃醋到无法忍耐了 是吧 站住 沈宇 你找我有事 是有事 我刚好要去顶欧 我们一起去 啊 啊 沈宇 就这事 难道他在故意气我 还是说为了给我留点面子 等人少了再跟我发脾气 沈宇 你去组组还帮我使干什么 沈宇 你该不会是想到没人的地方 给我们一起走道歉了 那不然 这道歉现在都在 把大家的面 固定下来给我们 是呀是呀 快道歉吧 就是 赶紧快刻头道歉吧 你了 哎呀 阿律 你不要生气 小月 我也不是 没男人的性格 你也不需要 回下来向你道歉的 三小姐 我觉得陈婷婷说的没错 有些事啊 很少的办法 人多了才有意思 我已经打电话 通知江城的个男人 你什么意思 三小姐 现在所有媒体都已经到总裁办了 三小姐 总裁总裁办 你敢去吗 我可是万能集团名正言顺的总裁 我为什么不敢去 哎 沈宇 你走那么快干嘛 啊 小姐 沈宇这个贱人是在公益时走吗 沈宇 哼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请这么多记者呢 行 那我就满足你 让你长长身摆 那种感觉 我要的东西你准备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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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吃下来 你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一定有谁的死 最后死无全尸 所以这视频的意思是 万罗基台原来的继承人神医 桑勇其是买军杀人 这桑小姐好歹 怕人死无全尸 这视频发出去 我们怕他得坐牢吧 我这是金天大瓜呀 桑勇次 你 你竟然敢冒充继承人 我替沈小姐打死你我 不是这不是那 沈云 你以为只有你有视频是吧 我也有 我电脑里的视频 我也让你身败名裂 大家快看看这个电脑里面的视频 阿绿 你也看一下 这个神医他下践又肮脏 你可别被他骗了 我主板上觉得你卷上的 但是我都不得了 啊 你一直在看 那这我 我一定会 我不是 你还要 我 我等下 這個視頻不是真的 不是你們總能量 誰他就是個佳人 你們別問他騙了 大姨你的電腦怎麼了 算了 你到我背上做了什麼 他都會用 小雨 開開 你們想怎麼說 隨便呀 寶貝 媽媽跟你說過遇到壞人 我們應該怎麼辦 報警警察叔叔 這裡有一個壞蛋 你們快來 沈小姐鬧悶的問一下 在視頻裡看到的都是你和孩子們 那孩子的父親呢 沈小姐 這樣的送我士的育兒可不好啊 難道孩子的父親死了 我就是孩子的父親 我代表是十歲集團的大主才 我還有五個哥哥和姐姐 我們是相親親親愛的一家人 我們是相親親愛的一家人 你說什麼呢 沒錯 我們就是相親親愛的一家人 寶寶 你原諒我吧 我就會留戀 你會留戀 你被小金人報警抓我 我是西京才討準 姑媽 你一定要幫我 沒用的東西 連個外賣都搞不定 還得我出手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師傅人 我認識神魚很多年了 知道他無數秘密 你就放心吧 太棒了 能拿到石總全家福的第一手照片 我們全公司的KPR 也全去泡這關了 該說不說 石總跟沈小姐 這浪彈女貌 這個孩子 完全地繼承他們的美貌 這家人啊 太完美了 這個天作之河 沈宇 你噴上高枝了 你講把我兒子穿得遠遠的吧 是不是 沈小姐 更是 聽這位的意思 他兒子之前 和沈家就一過一過 今天我們是掛田裡的茶 這麼多關門吃個碗 吃完都能吃 沈宇 你跟我們關係斷了嗎 你就跟其他男人搂搂抱抱 怎麼奇怪 我自己來 媽咪加油 向西 向南不是你 他是個很好 我為什麼要斷了跟他不走 記者朋友們 你們聽到了吧 沈宇他親口承認了 自己交踩兩隻船 你們快直播曝光他呀 我想請問 這個世界上 哪條法律規定 遺婚女人 沒有遺憾 沒有 沈緣 你跟我哥是異性朋友嗎 這些年 我哥為了你盲天盲厚 又是帶孩子 又是洗衣服做飯的 你一句異性朋友 就想把我哥打發了 就是 我兒子被你拖著 快三十五歲了 還沒結婚 你倒好 找了個有錢的 把我兒子一腳就踹了 還叫我的兒子 就這樣被你給壞了 就這樣被你給壞了 哈哈 原來是這樣 沈小姐這事養了個備胎啊 這兒阿姨跟他兒子真可憐 白姐你真該死 向南是我的好朋友 我又沒有一位索取 相互付出有什麼問題嗎 彼此付出你說的好聽 那你拿出證據來 你都為我哥付出我什麼 沈緣 你什麼證據都拿不出來 這怎麼是被亡人的意思 沈緣不是白姐你 我就是證據 沈緣不是白姐你 我就是證據 向南 丫頭呀 是奶奶錯了 奶奶之前被壞人蒙騙了 向南找到了我 告訴了我一切 奶奶才知道你是個好姑娘 你原諒奶奶好不好 小夫人 如果您是因為 胡萬龍集團繼承的身份 才跟我道歉呢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萬龍集團 是我母親的心血 我不會讓它成為實事的資產 沈緣 我什麼時候說 要把萬龍集團變成實事的資產 你把我想成什麼人 我愛你 愛的是你這個人 不是因為你給我生過孩子 更不是因為你繼承了萬龍集團 記住 沈緣好霸道 愛了愛了 我跟沈緣只是朋友愛你 你們一定要如實報道 我們會如實報道的 哥 你這是幹什麼呀 你為沈緣付出了這麼多 真的一腳把你踹了 你驗得下這口氣 我驗不下 咱呢 沈緣這個賤貨 耍了你這麼多年 他現在倒好 保證富豪了 開豪車 住豪彩 你還傻嘻嘻的上班 我都替你去圓的活 媽 謝謝 我再說 我跟小玉是生活的 我們是相互關心相互付出的 他沒找到幸福就想我會的 他 真的他找到幸福了 我不會覺得不甘心 我只會祝福他 水略 水略 小玉跟孩子們 都是我把他手心裡頭的人 你最好對他們好一點 不然我就算豁出我這條命 我也不會瘋了 這麼多年沒有人敢揪著我一領這樣危險 你是第一個 石綠 他是我朋友 你別那麼著急嘛 我話還沒說 跳起來 看在你是小玉朋友的份上 我可以允許你這樣 但是你也給我記住 我石綠 這一輩子 只愛生你一個人 如果我有二心 天打黑皮 你好好地說這些幹什麼呀 沈玉 你好大的本事啊 迷惑了一個又一個的男人 不過 今天有我在 沈玉 沒想到吧 我還留有二手 為不了你的名手 去要我的命 總之別想比我過得好 永遠都不要翻身 沈玉 啊 醫生 怎麼樣了 他活著嗎 是 你很精彩 醫生 向南樂壘 你們這對葛南姐 你們都讓開 醫生 我兒子怎麼樣了 好了嗎 他脖子上這麼大的傷口 你們給他縫好了沒有 你說話啊醫生 病人失血過多我們盡全力 我可憐的兒 哈哈 你都別在這兒 哭了 施宇 你把我哥害死你滿意了吧 我要你給我哥償命 這 哎呦你們這是幹什麼 我拿你喝別人死了 病人已經脫離生命危險 你醒來了 怎麼樣了 好點的 好了好了小語 我沒事 你要是再看下去 我沒被我這妹妹刀死了 我都被失聪的眼神給刀死了 行了 謝謝你救我小語 我欠你一條命 以後我想能儘管吩咐 我唯一能吩咐的就是 你對小語好一點 讓她跟孩子們幸福快樂就行了 哥 我欠你一條命 他可是實事總裁 你就這樣把人情浪費了 你是不是傻 小夕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妹妹的名字上 這次我就不報告 你要是再對小語不客氣 受不了我 兒子 好了好了 不生氣了 只要你沒事就好 罵誰的麻煩都不走 我們走 去家 你別難過 因為別的男人難過 我們心碎 誰是你老婆呀 你是我老婆 我才不是你老